1948年,一向躊躇满志的蒋介石,怎么也不会想到,作用美式先进装备和绝对优势兵力的国民党军队,竟然被小米加步枪的解放军打得连连后退 三大战役的决胜时刻,在毛主席等众多中央领导的英明指挥下,解放军接连打了三个翻身仗,取得了三场关键性战役的胜利 紧接着展开了大反攻,取得了新中国的解放,之后蒋介石更是被迫逃往台湾 事后美国方面责问蒋介石,为何你坐着专机飞往各个前线进行指挥,但最终还败在了连飞机都没有只能靠着电报指挥的毛主席手中 不得不说,这的确是一个神奇所在,同样也是今天小易要带大家一起探寻的背后故事 正题开始之前,新来的朋友别忘了点点关注,这样既方便回顾往期内容,又不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 我们这个可能是世界上最小的指挥部,靠着每天发电报就将国民党给打败了 这是周总理当年曾经说过的话 周总理口中提到的指挥部,也就是位于西柏坡的中央中共军委 毛主席也就是在这里指挥了举世闻名的三大战役 而毛主席是为何将指挥解放战争重要的大本营定在西柏坡呢? 在这个小村庄里究竟又有着什么样的秘密? 1947年2月9日,根据上级指示 胡宗南率领着30万大军向着延安大举进攻 并且大放决资,要在两个月之后将陕甘宁边区的人民解放军解决掉 在这个时候,位于陕北战场的人民解放军 仅仅只有四个野战旅和三个地方旅 加起来不过两万余人 在这种情况之下,毛主席本着存人失地,人地皆存 存地失人,人地皆失的原则 决定要用一个延安来换取整个中国 随着毛主席的这一声令下 中共中央在战略上放弃了延安 1947年3月31日,朱德等一行人离开了昔日 生活过十几个春夏秋冬的陕北 率领队伍前往近西北或者其他地方准备寻找新的落脚点 在临走之前,毛主席说道 你们可以到白毛女的故乡去 白毛女是静茶记边区白毛仙姑民间传说故事里的女主人公 1945年,由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在此故事的基础上 改编创作了著名歌剧《白毛女》 深受广大人民群众的欢迎 毛主席和一众领导人也观看了这部歌剧 观看期间泪流满面,深受触动 在演出结束之后 毛主席还特意去到台上和演员们一一握手 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 毛主席对白毛女的故事印象深刻 并且对其起源地静茶记平山县也有了不错的印象 当时平山县作为静茶记根据地的主要地区之一 有着很好的群众基础 早在1937年11月的时候 已经有1500名平山志士加入了八路军队伍 被编进了120师359旅718团 也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平山团 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 平山县几乎所有的青壮年都加入了抗日队伍 该地区也成为了抗日模范县 给予了共产党最为热情的响应和支持 除此之外 平山县还占据着有力的地理位置 位于太行山的东路 又是静茶记两省的交界处 整个地方的地形属于西高东低 东部大多为平原秋陵 而在西边又有着很多的山脉 地势险要 更保留着很多的古长城残垣和关口 一手难攻 再加上交通便利 方便和其他解放区之间建立联系 在危机时刻也可以随时向着太行山内部转移 不仅如此 西百坡更是位于平原和大山的交界处 在这里坐落的村子大多比较分散 人口稀少 但是占地面积很大 隐蔽性很好 能够容纳很多的部队 但是又不容易被人发现 方便展开驻地保密工作和安全防护工作 这么多部队人员驻扎在此 当地的资源供给情况肯定也需要考虑 在静茶记区域 平山县可以说是较为富裕的几个县城了 完全有能力支撑中央较为庞大的人员 聂荣真更是将平山县称为是静茶记的乌克兰 而西百坡又是平山县中最为富裕的村子 有着辽阔的根地 伴随而来的就是丰富的收成 这也成为了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人 最后将此地作为落脚点的一个重大原因 当时在选定西百坡作为中央工作委员会的办公地点后 1947年5月 朱德率领人马先行来到了西百坡展开工作 此时的毛主席和周总理等人组成了中央前敌委员会 率领着中共中央和解放军总部机关仍旧留在了陕北 来进行中央和军委的日常工作 并指挥解放战争 毛主席虽仍在陕北 但是对中央工作委员会到达静茶记之后的情况十分关心 下达了多次指示帮助其完成在当地的工作安排 在当时的战争形势中 解放军还暂时处于劣势地位 但是在短短的一年时间里 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带领下 将陕北地区的敌人全线击退 人民解放军也由原来的被动应战变为了主动反击 并在1948年4月22日将延安收复 与此同时 静茶记野战部队在聂荣贞 朱德等人的指挥下 也开始了局部反攻 在接下来的半年时间里 进行了多次的战役并取得了胜利 至此 全国的解放战争由战略防御 逐渐进入到了战略进攻阶段 1948年3月23日 毛主席周总理一行人也告别了生活多年的陕北 率领着中共中央机关和解放军总部 东渡黄河来到了静茶记军区所在地 河北省复平县 随后又来到了西柏坡 与朱德等人会合 并在5月1日 中共中央正式在西柏坡开始办公 当时虽然国民党军队在装备和兵力上仍然占据着优势 但是解放军先后取得数次战争的胜利 使得人们看见了中国革命胜利的曙光 因此 毛主席和党中央已经开始将国共两党之间的总决战任务提上日程 就在西柏坡这间挂满作战地图的土胚房里 在周总理等人的协助之下 毛主席用着无线电报的形式 在这里先后指挥了共计24场战役 其中就包括辽沈战役 淮海战役 平津战役这三大战略性决战 在西柏坡的300多天时间里 毛主席可以说是运筹帷幄 创造了现代战争史上的奇迹 淋漓尽致地展现了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人的卓越军事指挥才能 和高瞻远瞩的谋略 当然这和毛主席不辞辛苦的日夜工作离不开关系 在此期间毛主席总是通宵达旦 尤其是在三大战役期间 甚至将吃饭看作是浪费时间 经常是在身边工作人员的再三提醒之下 才简单吃上几口 不仅如此 毛主席更是节省睡眠时间 曾经两三天都没有上床休息 平时基本上也就睡上两三个小时 起来又是继续办公 所有的电文毛主席都是亲力亲为 不让别人带笔 可以说毛主席将所有的精力 都放在了全国各大战役的作战指挥上 比如从辽审战役开始一直到其结束 毛主席在此期间曾经起草了46封电报 在其中详细地交代了战略部署 事无巨细 在这场战役中 虽然我军付出了6.9万余人牺牲的惨痛代价 但是将47万敌人全数歼灭 历经了整整52个日日夜夜 最终取得了战役的胜利 与此同时 毛主席在指挥辽审战役的时候 同时还着眼于其他战略区的战役 站在全国解放战争的总视角上 一个人干了几个人的活 辽审战役刚刚结束 11月6日 在毛主席的指挥下 华东中原两大野战军打响了淮海战役 在这次战役中 毛主席共计起草了64封电报 发往前线指挥部 其中也是详细地交代了各个阶段的战略安排 另位于前线的司令员一看就立刻心领神会 经过了66天的浴血奋战后 淮海战役取得了歼敌55万余人的卓越战绩 迎来了战争的胜利 淮海战役也是决定国共两党之间的一次重要性决战 在淮海战役还未结束之时 1948年11月29日 同时展开了平津战役 在淮海战役结束的21天后 平津战役顺利结束 在这次战役期间 毛主席共计起草了89封电报 帮助前线战士在经过64天的战斗后 顺利完成任务 歼灭52万左右的国民党 战役进行时 不仅有从西柏坡发出的电报 也有从前线传回来的请示电报 毛主席也需要根据请示 进行一一答复 经常是在一个小时之内 起草两到三份电报 经常是这封电报还没有发完 下一封就已经送达了 在这种情况之下 就只能按照事情的紧急程度 安排回复顺序 在那个简陋的西柏坡土胚房里 占地面积仅仅只有16.3平方米 毛主席一共起草了197封电报 也正得益于这一封封的电报 完成了我国最大的解放战争指挥工作 而西柏坡后来也被称作是 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乡村指挥所 但毛主席之所以可以靠着这些电报 实现战役的远程指挥 更关键的因素在于 毛主席等领导人在那个时候 实施了军事上的群众路线 在每下达一个命令和指示的时候 征询前线人员的意见 让他们根据实际情况自行进行调整 这样一来 使得决策就更加的科学合理 毛主席曾经说过 一个篱笆三个装 一个好汉三个帮 三个臭皮匠凑成诸葛亮 毛主席作为我国的最高统帅 在重大事情上 虽然果断干脆 但并不独谋专断 在制定完针对敌人的奇谋之后 又发动各领导成员和指挥员 鼓励大家说出自己的想法 取其优点 去其糟粕 找到一个最优解 在毛主席起草的电报中 有很多关于究竟如何 忘斟酌回电等字眼 每一份战略决策 都是在你来我往的商议中去决定的 在毛主席英明的战略思想上 结合了前线人员面临的实际情况 做出了最合理的安排 但是反观蒋介石 虽然经常坐着飞机 赶往前线进行指挥 但是蒋介石本人经常善变 刚下达的指挥命令 在还没有完全执行的时候 又因为考虑不周 想要再做调整 更是经常人员通知不到位 使得层层之间的信息传递 经常出现失误 时常会有不知晓的人 也会有领略错误的人 另外 蒋介石更是喜好越级传话 经常隔着上级直接向下级传递命令 这就导致了在国民党中 下级经常会不服从上级的指令 久而久之 国民党之间的散乱经济 使得就算蒋介石 亲自乘坐飞机开展指挥工作 也是远远比不上 靠着无线电电报 来传递信息的共产党 虽然工具落后 但是共产党之间铁一样的严明纪律 使得信息在传递的时候完整无误 保证了毛主席和前线之间的顺畅沟通 虽然美国在事后责问蒋介石战败原因 但其实美国人心中也明白其中的道理 早在红军长征时 美国人已经见识到了红军铁打的纪律 共产党一切行动听指挥的纪律 不仅存在于战争年代 到了新中国成立之后 在和平年代也一直延续着 1973年12月22日 毛主席一声令下 八大军区司令员毫无怨言 干净利落地实施命令 在之后 无论时代怎样向前发展 生活变得多么安定 但是组织内部的铁一样的纪律 仍是一脉相承地在持续着 也正是因为这些 在共产党的领导下 中国才能一步步由贫穷走向富有 才能使得我国的各项事业 都能够稳步向前推进 无论社会背景变得如何复杂 一切行动听指挥 仍然是一个军人一生的使命 和最基本的要求 将集体利益放在个人利益之前 不正因为如此 在疫情灾难面前 才会有一批批的军人勇士 不顾个人安危 冲在了灾情危难的最前线 给后方的人民群众最坚强的保障 毛主席等老一辈领导人的教导 我们应该永远铭记 不忘初心 才能不负使命 不负先辈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欢迎各位留言讨论 喜欢本期视频的朋友 也可以给小易点点关注 感谢您的观看 咱们下期再见